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魏凤和部长回顾了中国东盟建立伙伴关系30年来所取得的丰硕合作成果 表明中方将继续加强一带一路倡议 同东盟发展战略对接 共同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 魏部长表示 防务安全合作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中方愿与东盟国家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加强合作 继续积极提供疫苗等抗疫物资援助 希望各方凝聚共识 管控分歧 推进合作 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安宁 在十加八会议上 魏凤和部长阐述了中方对当前国际战略形势 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看法 号召各国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魏部长表示 中国军力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 中国重视与各国的安全合作 充分理解尊重各国合理关切 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和维护 在涉台 涉江 涉港 南海等问题上 中方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决心意志 坚定不已 魏部长表示 亚太地区未来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 各方应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 共同建好用好东盟防长扩大会机制 打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明天可以继续 gamers söyleye编 AfD 观 咬 不要 王 联系 bereit М 蕾 让答 我